我拉一下,再来几跳 当然,他拍的也会有,也没跳 怎么搞的,我就走了 这时候觉得非常接近的东西 但是,有些两个人 比如说Lucy 前一也是我梦彩的 当年,我的英雄对于跟Lucy一起学 当年在比达,就是比达往外一样的 就很害怕,Illegal 但是,他是做非法的 因为我班一个同学,真是 由于和一个南斯拉夫的女孩 在山东一个小县城的旅馆的水房里 她不是厕所,水房 公共的地方,kiss一下 就被抓住 结果开出工程 后来这个女孩挺仗义 通过南斯拉夫使馆 当年,马上,你要是一个女孩,那不得了 你通过南斯拉夫直接递送情报 而且,却不说什么 对吧 这种东西都不行 所以我觉得,当年我们这个时代 就花了一点过来 你们现在看的都广不合适 但是,我们就能移民国人 然后,大家有个问题 总要想出路 小平是第一个出国人 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我是第二个 当然,这个电影唯一改变就是 我那个角色没出过国 因为它叫类型化 所以做了东西 但是,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界点 都是完全真实的 八十年代,后来回国 九十年代末 我们回国 这是九四年北京机场 小平是九五年年底回去了 我是九六年十月回去了 然后一直做 然后开始 把新中邦向现在企业的一个 制度上来做 一直打得实力 我们打到什么状态 我想跟大家分享 刚才我跳过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做到的民企业 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在2002年的时候 我们新中邦就变成股分制 股分制之后 我们就向到预题 既然是股分制 每一个股东 哪怕只占一股 他就有全知道 今年这个企业行动方位 究竟赚了多少钱 Exactly how much 为什么今年要分这个红 不分这么多 为什么可以不分红 或者是分这么多红 那么每一个东西 大家普通都有同样的知情权 这是江老鱼发生的第一个挑战 作为股分制企业的第一个挑战 那老鱼说好 那你们需要怎么办 我们说换掉财物 因为财物是你招来的 跟了你这么多年 我们不是随便怀疑财物 但是由于是你招来的 所以为了让大家放心 由大家来招一个东西 老鱼说可以啊 那你们招北京的会计事务所吧 我们就弄了 当时董事会做出了一个石破千金的决定 一定要找世界五大之一 新东方当年的利润 纯丽的 八百 我们提出来要找谁呢 世界五大 结果目标选在德勤 德勤一开桌价 四百五十万 坐下 可以 老鱼说我做新东方做了这么多年 我全部分红加起来 我还没分到四百五十万 你们疯了吗 你们难道对我的不信任 就让德勤四百五十万的新疯吗 这样子不是简单 就收进来线钱 预付款等等 还预付款都没有 都先付了 就完了 那么我们说 如果让所有的德勤 愿意相信这个国务全职 你就这么做 后来在董事会的强烈要求下 我们花了四百多万 再加上德勤做了一张十五页 四百五十万 德勤做完他们都恍如可舍 我们做的是为什么 你们这么简单 花这么多钱让我们做 我们第一次听到 那他们都快点是从我倒着来 好 我们说感谢 我们也花点钱 第二点 德勤这个账可不可信 要找个审计 仍然找到Pricewater on Google 谷还用到 老爷说你们又慌到了 老爷他妈要跟我们拼命 你们这些钱花的 大家就来 看看这个账是不是可信 当时大家知道 这个content没有新东方 什么2000年上市的准备 不是为了上市 是为了大家在一起玩 2002年03年连续做的 如果我们要变成股分支 不是你老爷一个人的 我们要做到这两个东西 账目非常清楚 老爷在这种情况下 也整个同意 这是他的政治质为的体现 因为新东方有个工牌 你要不这么玩 那大家走 他展示了他的Vidler史 浦华永道 一开始接着火就说 你们别花这个钱 我们审计领多了三页报告 你因为德勤做的 你还不相信 我们在审计 还没力了 我们要建议 所以我很快给了两页半分 审计报告 所以两年 我们几乎花了新东方 整整当时一年的全部的利润 股东们一分钱都不要分 就说 就要这十七页的报告 为了明白一个东西 我们是余敏龙拥有的人 还是大家的余敏龙 2003年做完了以后 大家非常郁闷地度过了圣诞 度过了春节 度过元旦 因为我们也没有拿到钱了 余敏龙也没拿到钱了 他发百万 他说我才做了新东方几年 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钱 但是2004年 美国劳股基金 环球基金 开始无色中国的交易市场 突然发现新东方那个肩币 一来 陈晓龙 老母基金当年管北京的那个手带 他就谈了 说我们觉得新东方有投资的必要 一开始他有个启蒙 我们说新东方上什么事啊 我们不需要钱 他全是Tash 他需要什么钱 陈晓龙开始跟我们谈资本身上 谈杠杆原理 我们才得到一些启蒙 好 那 陈晓龙说好 我们准备大概半年的地利吧 我们说可以 那先到财务办公室 看看这个帐 在地下室厕所里面 这是我们的财务 我帮你出价 我占你10% 所以15分钟之内 老母基金就决定 按新东方的给价 他们投了2000万 占了新东方的10% 这是04年年底 2006年 9月6号上市之后 老母基套钱 翻了10倍 所以那是他们的投资非常快 也非常迅速 所以新东方当年就做到了这样的东西 当最后 谈到上市的时候最后一年 我们认为当时的CFO不太合格的时候 因为他没经历过上市这个东西 我们认为要全球 你看新东方我们动动一会儿都高 全球 要征批一个能够让新东方在资本上挖牌的CFO 我们就用于余老师在原则上产生严重能力 因为我们说我们干嘛花这么多钱全球招聘 你能找得起吗 我们说那要让新东方 既然大家觉得新东方有可能上市 为什么不找一个真正能让新东方成功上市的 这么一个比较合格的人呢 那么董事会当时是7个人 六比一票认为应该更换全球照片 只有老鱼投的军军票 但是这一票 尽管在董事会 我们每人一票 按照军完全老鱼应该执行 他是CEO 但是由于老鱼的历史地位 他又是CEO 他不执行 董事会决议没法往前推进 那么正在交络的过程中 因为时间跑得很快 那徐晓明开始写万言书 我们三个人之间遇到这种大问题都爱写万言书 秘密地交给对方 总好几天 从来不是转信人 那时候也没有转信 也无当面的 万言书 因为那以后可以积约自己 不把他当人的写 然后就这样 徐晓明大概写了几千词 突然收到老鱼的一个转信 说我完全同意董事会的决议 从明天起 我们组织一个committee 然后选一个全球的CEO 来买个新东方的一个上市 徐晓明突然觉得老鱼 怎么如此变化如此之快 几秒如果收到我群发的一个短信 我的短信大业是 这时候尊敬的余敏蒙董事会 现在董事会的决议和你的执行 陷入了DEPA僵局 这个没法往前推进 但是为了不影响 行动方继续往前 pursue他的上市之路 我现在建议 你立即解散现在董事会 选择能够让你的议案通过的董事会 我方只有这样 我王强 作为一个shareholder 作为一个co-founder 我在新月城府 因为你在董事会 你是大国人 你可以用一大股东的 majority of loading power 来vito 我们的这个议案 除非这样 否则的话 你必须不准够后的执行 董事会的决议 这就是死和活的选择 那余敏蒙政治智慧 在这个关键上 又选择了大家的议案 所以这就导致了 我们通过美国第五大 原理资源 Hair and Struggles 全球招聘CF 后来过不起 我们从十个全球CVC 来到许中央董事会 一个董事面试 一个小时 最后七个小时之后 选择了现在这个CF 他最后非常成功地 让许中央和 华尔街市区 所以作为一个民进企业 我将给你做企业 关键点的东西 你想的是大钱 你想的是大业 所以你很多知识的东西 你就应该勇敢地用它 这是我们新中方 斗争的最深能量的成果 只有这样 才回答了新中方 我们这些教授这样 也没经过Business School的培训 谁都没有经过 Run一个company的训练 也没有experience 最后引导了新中方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走向主教授 民营的教育企业 而且还做得还不错 当然未来怎么样 只要靠老鱼 进一步展示它的leadership 我们已经不在新中方的平台下 但是我想老鱼的坚人不拔 持之以恒 这种dedication和focus 也会让新中方继续往前迈积 而我和小鱼呢 做了真割基金 也是希望延续新中方平台上 没法完成的另一个功能 就是当你们学成不归国的时候 或者现在我们这个基金 更想得更开放 当你们学成不归国的时候 因为你们现在怕北京的空气 一下季就不知道在哪 那么你们可以留在美国 可以enjoy你们的lifestyle 但是同时如果你要在这做的时候 如果startup 做一个startup company 也欢迎来到基金 因为从去年开始 真割基金在投了一年半 投了55个公司 我们已经有10个 投在了硅谷 纯粹的美国公司 这10个公司里 有4个是华人做CEO的公司 6个是纯粹的美国人的公司 设计的行业 各行各业 我们没有 limitation as long as you can convince us and make some good sense 所以我觉得 这是政客基金 延续新中方的另一件事 而且我和小平 对VCDP 我们都不太感兴趣 因为我们觉得中国 最缺的就是 对早期的能够容忍失败度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对硅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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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的拥抱 我们想把这种精神带来回来 就是真正 有一个这个 start up friendly 这么一个 investment的这个 atmosphere 而且真格 这是真格的 哲学 也是我们的梦想 也是我们认为 研究情况的 这个梦想 所以如果 在做 在任何人生的时候 你有了 让你激动故意的idea 想做点事情 Do something Come to Talkwithus 真饭 真饭 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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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饭 真饭 或者那些其他 那么 我想 你们会喜欢这个 因为我和小平的特点是 老师出身 不太懂 任何细节的东西 但是别低估入我们的能力 老师一个最大的就是 像X光一样的眼睛 我不需要你的Dyson Well 你只要有Talk 5 minutes 我就知道你的尽量 因为我们见过无数的人 各种各样的案例 因为当医生 以前在美国 我以前采访过 我以前曾经在桌上台 大家担任过客串主持人 参考过一个中国肝胆之父 吴孟超 获得过前几年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老老二十二岁 现在还在搜索台 她平时发抖 我说 如果从医患者的角度来说 您这个字有直接道德吗 因为你发抖 你还可以做什么事 因为你竟然发抖 我这个 问的你叫做 她说 你是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 我也告诉你我的秘密 我平常做任何人都发抖 只要我 手摸到肝胀 我的手是出奇内面 这个是老天赋予我的东西 等到做完手 我们继续走 只要在肝胀里面 拉上去 所以她 那个